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近日,刀狼通过一段视频回应了网友和粉丝对他的关注 透露了关于演唱会的一些消息 他说,这些年来,他并不是不想开演唱会 而是一直忙于创作 之前,有单位希望与他合作举办20场演唱会 并表示只要刀狼愿意,他们就愿意承办 刀狼表示要和演出公司、场馆提供方谈好 票价不能定高了,最重要的是让粉丝开心 通过这个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刀狼在音乐界的非凡地位 以及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 首先我们来看看刀狼的音乐风格 他的音乐融合了西藏高原音乐、摇滚、流行和民谣的元素 创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古老的声音 他的每一首歌都有助身后的情感 能够触动人们内心的某个角落 许多听众说,听刀狼的歌就像进行一次精神之旅 这并不奇怪 因为刀狼的音乐一直以真挚的情感为基础 他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生活、爱情和世界的看法 不会避身刻或悲伤 正是这种真实和坦诚赋予了他的音乐独特的魅力 然而,刀狼并不寻求巨大的商业成功 相反,他更看重与粉丝的真实联系 他表示,自己创作音乐的初衷是为了与人们分享自己的情感和故事 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名誉 这种态度令人敬佩 这也是他在乐坛独一无二的原因 有趣的是,不少演艺公司已经与刀狼取得联系 希望合作举办璀璨的音乐盛宴 有的甚至预定了20场比赛 然而,刀狼一直不愿意同意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中 他坦言自己想要创作的一些歌曲和电影尚未完成 这也成为演唱会推迟的主要原因 这令人感动 因为刀狼的艺术追求并非源于金钱或名誉 而是源于他对音乐的热爱 刀狼的工作态度也值得我们尊重 他说人们一直在推迟音乐会 因为他的项目还没有完成 就像他的电影还没有完成一样 他已经准备好表演了 所以他不想拖延 但他也不一定有时间写新歌 这种敬意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无疑让很多粉丝对他更加敬佩 对于未来的演唱会 刀狼也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 他说 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幸福 通过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他始终与粉丝保持住真实的联系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来回报粉丝的支持和期望 刀狼的粉丝也表达了强烈的期待 他们漫长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 期待刀狼带来的音乐盛宴 刀狼的每一首歌都承载住他的情感和故事 这无疑将成为一场试听盛宴 尽管刀狼的音乐风格独特 但他从未被困在一处 他不断尝试新的音乐元素 与不同的音乐家合作 寻求音乐的多样性和创新 这也让他的音乐即使在当今的音乐市场上 也保持新鲜和充满活力 与此同时 刀狼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信仰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 不应该商业化或魅俗 因此 他始终努力确保自己的作品 始终保持高品质和独特性 这种态度和追求使他成为独一无二的音乐家 结论是 刀狼的演唱会已经提上日程了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 也是支持他 喜欢他的粉丝的选择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来回报球迷的支持和期望 我们衷心期待他的演唱会尽快官宣 期待那场音乐盛宴 你觉得刀狼的演唱会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